打错疫苗的诊所被停权一周后 已经恢复看诊出了大包 院方很低调 那目前的个案身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医生单位其实在隔天就对我们单位进行了诊处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20号 这名16岁少年预约接种BNT 家长陪同他交了同意书跟健保卡 但人员却没仔细核对 还把少年误认成大人 把人带进高层诊间而不是BNT酿错 但打错都快一个月 还是内部医护向议员爆料这件事情 才不要看 怎么会因为人家臭了 就打错强迫中奖 就打错疫苗当然就很生气 但是也不能怎么办啊 就打了都打了啊 少年家长的心情肯定也一样无奈 毕竟高端跟BNT长得不一样 还能出错 就是第一关健保卡没确认身份年龄 第二关诊间内也没向本人确认打 BNT还是高端 害少年平白成了高端人 但问题来了第二季怎么打 未来如果我们BNT疫苗 在12到17岁这个年龄层 恢复接种的话 那他就是会预定 就是只能打BNT疫苗 第一季是高端第二季是BNT 那就算完整的接种 明明高端满20才能打 但这下也只能将错就错 指挥中心说 少年第一季打高端 下一季再打回BNT 就算完整接种免不打 也成了中央认证 全国首例高端混打BNT 只是又有人被打错针 也凸显施打者对 三独五对的重要性太擒忽 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